好,我想說一說,上次上課的時候 最後我們超過時,我們就20條對得很快的東西 然後21開始,我們就當功課了 我們現在先說回20條 第20題,我們有說到在第18段 我們看看,18段,我選擇螢光筆 上次有說到在第... 我講到Dr.Banner講的那個 他說Close the door 我們先找回最重要的字眼 因為20條就是問你 Close the door是什麼意思呢? 關門是不是呢? 其實你要猜到,其實不是關門 博士沒理由突然關門 對這個絕種的動物 好不好恢復牠們呢? 令牠們復活呢? 然後,這個Close the door 我們說最後,猜到牠是拒絕一些東西 OK,reject something 你自己也可以寫下 上次我們說得快一點的 OK, something 我就給我選擇了 好,接著 猜到牠是拒絕一些東西 那拒絕什麼呢? 牠又不是完全去拒絕一樣東西 因為我上次說,the extinction 那拒絕是拒絕的東西 對嗎? 那我們就說到了 牠又不是說forever 那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不是說很簡短 已經可以寫到了 一句的complete sentence 就是牠不是完全反對這件事 OK,he did not entirely 完全地 而且我上次說,你喜歡用fully 也可以 就是reject the idea 那你要說到那個idea是做什麼? 就是off the extinction 因為我們看剛才那個 十八段那句 你已經知道了 其實牠是否支持這個research 那你就知道了 其實中間會有和十六段 十六段牠有說這個 我們又看回一點點吧 十六段呢 之前我有說,牠說是浪費錢 如果繼續做個research 但是 牠浪費錢的意思呢 牠說是其他的scientist 他們說是同意了牠說浪費錢 但是這個是牠其中一個point 牠不是完全覺得 所有東西都是浪費的 所以你就要看完 十六加十八段 才會做到 我們呢 上次最後那一條 二十題 那你才會猜到 牠不是完全反對整件事 所以牠就說close the door 牠不是想完全去拒絕這件事 完全對這件事關了門 的意思就是reject它 OK? 我們只是說回這條 那我們下次有一條上課